那结束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第三个内容的分析 是什么呢 核心能力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资源分析能力分析 核心能力分析 它的逻辑关系吧 你能表述清楚吗 帮我复述一遍 很清楚 企业首先要分析资源 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资源 分析完资源之后呢 为了保证能够用好资源 那再去分析企业的能力 我有资源有能力了 也并不一定能够取胜 要考虑击中对手 所以分析你的核心能力 我前面也说过 核心能力是我们教材这两年用的词 在之前的教材 一般都是采用叫核心竞争力这个词 所以大家看到这两个词的时候呢 不要认为它是两个不同的词 意思是一样的 那我们看看 从考试来看 核心能力这个内容呢 考试的总体概率也是比较低的 到目前为止呢 就出过若干道选择题 这个若干道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不会超过三道 所以总体来讲 分值它的考试量都比较小 那我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不建议大家过分的展开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些内容 就建议大家直接把标题 掌握看到就可以了 有些个别点呢 要求你适当加强理解 能够应对一定的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就可以 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简单的 一个考试的建议 那下面呢 请大家跟着我思路来听一听 一定要在你的教材或讲义旁边 做好标注 哪一个内容 我们简单看原文 知道原文文字是什么 就就可以了 不需要理解 哪些内容呢 要求你一定要理解 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会出 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你做好标记了 还方便你自己复习 有针对性 那我们先看看 什么叫核心能力 教材能给出一个基本的定义 这个定义呢 也是把它过一遍就行了 他强调企业在具有重要竞争意义的经营活动中 能够比其他竞争对手做的更好的能力 这叫核心能力 也就是说 你这个企业比你的竞争对手强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核心能力 核心竞争力 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定义之后呢 接下来 教材首先给我们讲的是 核心能力的辨别 这个标题呢 要把它记清楚 核心能力的辨别 你这个企业有很多资源 有很多能力 那到底哪些资源 哪些能力 可以帮助你形成你的核心能力呢 这就涉及到辨别的问题了 那么对于这个内容 请做好标注 就建议大家掌握原文的标题 不需要去展开理解 在这个地方呢 首先告诉我们 企业所拥有的资源 或者是能力 要想形成核心能力 它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关键测试 我们需要大家把第三个关键测试 原文的文字要把它浏览几遍 这个内容呢 或这个很小的点 到目前为止还从来没有考过 那我们把它简单解释一下 第一个测试呢 强调这种资源或这种能力 它必须对顾客 看一看它是否有价值 那我们知道 如果这种资源或能力 对顾客没有任何价值的话 那我们企业也不可能凭借它 去吸引顾客 来获得我们金融优势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看看 它顾客是否有价值 那接下来 如果分测试完发现 这个资源或能力 对顾客有价值 但是呢 还要考虑第二个测试是什么呢 它和金融对手相比 是不是有优势 虽然你的资源和能力 对顾客来讲有价值 但是呢 如果和你的金融对手相比 没有优势 那就意味着 金融对手的资源和能力 对顾客可能更有信力 那它还不足以帮助你 形成金融优势 所以说呢 强调要和金融对手比 它要具有优势 那假设对顾客也有价值了 和对手相比也有优势了 同时记住 还要满足第三个测试是什么呢 它是否很难被模仿和复制 如果你对顾客有价值 相比金融对手也有优势 但是呢 你的金融对手很快就把它学走了 那是不是意味着 你也很难依靠这种资源和能力 形成长期的核心能力 所以呢 教材做得非常清楚 干什么呢 要同时满足这三项关键测试 只有同时满足这三项关键测试的资源和能力 才可能成为其的核心能力 那这是我们把第一个点先简单解释了一下 那么解释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它的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既然我们设计核心能力的辨识辨别 那我们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辨识和辨别 那教材给我们讲辨识的方法 这个内容呢 我教标识的很清楚 掌握名称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研究 再去理解 每种方法到底怎么去做的 那这里边涉及这么几种方法 第一 功能分析 第二呢 资源分析 第三 过程系统分析 我们只要把第三个标题稍微掌握到 知道它是用于核心能力辨别或辨识的方法 这就可以了 那这三种方法呢 我大致说一下 第一种方法就功能分析 所谓的功能分析 其实就是对企业的能力做分析 通过对能力分析 我们去发现 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核心能力的能力 然后第二呢 就资源分析 很简单吧 对企业拥有的资源做分析 看看哪个资源能够帮助我们形成核心能力 那我们企业资源有很多不同的类型 所以我们直接引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对资源做分析的时候 分析企业实物资源比较容易 我们分析的设备很容易 对吧 但是呢 分析无形资源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那这个呢 就不再解释了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 叫过程系统分析 什么要过程系统分析呢 简单就理解为流程分析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知道 一个企业在每天正常的运动过程当中 这个企业内部呢 都会有很多的业务流程在进行 比如说 我可能要进行采购 有采购业务流程 我需要经销售 我们有销售业务流程 对吧 我们需要经库存管理 能有库存管理的业务流程 因此所谓的过程系统分析 其实就是指 对你企业内部的业务流程做分析 看看哪些业务流程 它的效率很高 成本很低 那我们企业就有可能凭借这个业务流程 来获得相应的竞争优势 形成我们的核心能力 那么大家就把这三个 把它了解到 这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核心能力的第一个内容 核心能力的辨识 就把它结束掉了 那这个结束完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看核心能力分析的第二个内容 就是在辨识的基础之上 对它进行评价 我们把关系区别出来啊 第一个先给我们讲的是辨识 辨识出来之后呢 还要评价一下 这个核心能力 它达到了什么程度 评价这个核心能力 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战胜竞争对手 在什么程度上 能够给我们写代了竞争优势 这叫核心能力的评价 那我们评价这块呢 首先告诉我们 评价的时候呢 有哪些基础和方法 请大家做好标注 这个内容也是建议大家 只简单看标题就可以了 这个呢 不需要去展开理解 也不需要把这些内容 教材原文的文字 再仔细地看 包括哪些呢 第一 我们企业可以进行自我评价 然后第二呢 我们可以在产业内部进行比较 所谓产业内部比较就是指 把我们的辨识出来的核心能力 就是那些资源和能力 和谁比呢 和我们产业内部的其他竞争对手 去比较一下 看一看和竞争对手相比 我们的核心能力处在什么水平上 然后第三呢 我们可以做基准分析 这个呢 我们在这先不解释 我们后边呢 会单独拿出来 来把它做讲解 我们到那时候再把它理解就可以了 所谓的基准分析 它的英文的名称呢 是这个单词 我们一般叫Benchmarking 那么这个词呢 在我们国内还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法 叫标杆学习法 大家在这呢 把名字指导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着第四就是呢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成本驱动力 和作业成本法来进行考核 那么可能学过采管呢 可能对这个有一定了解 但是对于我们这位科复习来讲的话 就不用再去管它了 然后最后就是 搜集集中对手的相关信息 那么就就是在核心能力评价这块 我们简单复习的第一个内容 评价的基础和方法 那复习完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 基准分析的相关内容 基准分析它的英文单词 称之为叫Benchmarking 在我们国内呢 它还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有一种比较典型的翻译 把它称之为叫标杆学习法 大家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什么叫基准分析 我们经典教材对它的定义呢 做了一定的调整 不过坦率的讲 我看完这个定义之后 我认为这个定义给的 也并不是特别的合理 所以我们大家呢 只需要把它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先看看原文 然后我按照我的理解 给你把它解释一下 你有个大概的印象 这就足够 所谓的基准分析 按照今年教材的界定 是指企业之间 进行业绩比较的一种重要方法 其目的是发现 竞争对手的优点和不足 针对其优点补给之短 根据其不足选择突破口 从而帮助企业 从竞争对手的表现中 获得思路和经验 冲出竞争者的包围 超越竞争对手 那么这就是今年教材 对基准分析 所给一个基本的定义 这个定义看完之后呢 我们分出两个线索 第一个线索 当我们谈到基准分析的时候 它是企业和企业之间 我们进行业绩比较 这第一个线索 然后第二个线索呢 它后边这个文字 很多都是强调 竞争对手这个词 但是呢 这个界定过于窄了 那我下边呢 给你简单解释 什么叫基准分析 它的含义应该这样来理解 我们企业在正常的 经营过程当中 我们每天呢 要重视很多方面的工作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企业 不可能做到 每一个领域 每一个环节 都是百分之百的优秀 那换句话来讲 我们有擅长的 也有自己的不足 那我们做基准分析 就是首先 要找到自己 在哪方面存在不足 找到不足之后呢 再去看一看 哪一个企业 在这个方面 做的是最好的 那这个企业 既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 也可能是 其他行业的企业 我们找到 这个做的最好的企业之后 就把它作为 学习对象 把它作为标杆 然后呢 我们向他学习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很简单 取长补短 然后呢 不断改善自己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基准分析 所以看到 我们做基准分析的时候 既可能是 针对我的竞争对手 也可能是选择 其他行业的 其他企业 我们之间并没有基准关系 那大家把它理解到 这就可以了 那理解完这个含义之后呢 接下来 对于基准分析 我们建议大家掌握的 第一个具体的理论点 是什么呢 就教材讲的基准对象 这个点呢 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考过 应该是一个很小的点 换句话来讲 它考试概率并不会很高 如果涉及考试题 可能很大程度上 会放在选择题 而且这个选择题 可能会考教材原文 所以大家适当把原文呢 稍微读两遍 有个基本的印象 这就可以了 那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基准对象 所谓的基准对象 就是指 我们企业呢 在经营当中 一定要使用基准分析 来不断改善自己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企业每天 要从事很多不同的工作 有很多领域 要开展相关的活动 那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 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领域 我都去改进 我们企业没有这么多的精力 和资源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要抓主要矛盾 先去关注一下 哪些是我们应该 首先要改进的 那么这就是 我们所讲的基准对象 那从一般上来讲 有三大方面 第一是谁呢 占用较多资金的活动 这个呢 是首先 我们要考虑 把它改进的地方 那你想 它既然占用较多资金 那就说明 这些活动 如果我们不能够 把它加以改善 我们且做的比较差 就会影响 我们整个企业 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它的使用效益 最终影响 我们整个企业的收益 没错吧 所以说 这是我们第一个选择 要改善的地方 然后第二叫谁呢 能显著改善 与顾客关系的活动 那关键词是什么 顾客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企业在市场当中 展开竞争 主要就是把顾客 把它吸引过来 那如果我们企业 跟顾客关系很差 顾客离我们很远 那我就没有办法 实现我们销售目标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这些 能够改善顾客关系的活动 对我们企业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 把它作为对象 来加以改进 那接着第三个 就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 能最终影响企业 结果的相关活动 那我想这个 就不用多解释了 因为它太笼统 太泛泛 那我们就把它知道一下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速理的 第一个理论知识点 叫基准对象 这个数理完之后呢 接着关于基准分析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理论知识 就是要基准类型 这个我们是建议大家 要适当把它 稍微强化一下 这个是一个 潜在的明显的考点 在过去的考试当中 曾经用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做过相关的考核 所以它有一定的考试概率 我给的是两星 但是从它本身的 这个知识特点来看 它如果涉及考试题 一般就是用选择题 来做考核 而且是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所以大家呢 我们复习这些 基准类型的时候 应该是以理解为主 但是其中个别的 几种类型 我们建议大家 还要适当掌握 它原文的关键文字 下边请大家呢 跟着我思路 我们再去把它 整体的梳理一遍 基准类型 我们教材呢 是总结了五种类型 其中第一种类型呢 叫内部基准 这个类型相对比较简单 所谓的内部基准 就是指 企业内部各个部门之间 互为基准 进行学习和比较 很简单吧 也就是说 我们其内部 不同的部门 不同岗位 我们彼此之间呢 互相学习 互相比较 通过这种互相学习 互相比较 在企业内部呢 形成一个 你追我感的这种局面 所以不断提高 且整体的这种基准效率 这叫内部基准 非常简单 那接着看第二个基准类型 叫竞争性基准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看教材语言文的解释 这种基准类型强调 直接以竞争对手 为基准进行比较 所以我们看观念词是什么 强调是竞争对手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选择 学习对象的时候 这个学习对象 和我们企业之间 应该存在 直接竞争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主要线索 把它掌握到位 同时呢 再提醒一下 这种基准类型 还有另外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呢 当我们选定这个 直接对手 向他学习的时候 记住 我们不是向他全面来学 而是说 哪个职能领域 他做的最好 我就向他学 哪一个职能领域 这是第二个线索 这两个线索都具备了 我们称之为叫 竞争性基准 把它梳理清楚 那对于这种类型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然也不能叫例子 为什么 因为我所讲的这个故事 其实呢 就是基准分析 它的起源 基准分析 这个所谓的理论 并不是学者提出来的 而是一家很著名的公司 在它的实践当中 不断总结提炼出来的 这家公司呢 就是美国的失乐公司 在座的各位不知道 已经听说过没有 它主要产品就是复印机 那在它的发展历史上 它的顶峰时期 它的复印机 全球市场战略率 能够达到80%多 实力非常的强大 但是后来呢 有一段时间 它的全球战略率下降 非常的明显 最惨的时候 跌到了百分之十几 那么大家想一想 是什么原因 造成有这么大的落差呢 其实背后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市场上出现了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而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呢 就是日本的复印机生产企业 像什么佳能啊 李光啊 那当时 这些日本复印机企业 采用的是 与失乐公司 完全不同的复印技术 导致呢 日本企业 它的生产成本下降 非常的明显 当时有这样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日本复印机生产企业的价格 就它的产品价格 比失乐公司 产品的成本 还要低 那就导致失乐公司的市场份额 大幅度的流失 后来 失乐公司呢 就采用了一种做法 坦率的讲 这种做法呢 在我们现实当中 很多企业都在做 它怎么做 它就是到市场上 采购了若干 日本金融对手的复印机 然后把它运到自己的实验室 然后把它大卸八块 去研究这些产品 背后的一些 原件啊 技术啊 等等 把它弄明白了 弄完之后呢 再去改进自己 改进完自己之后 又把市场份额 重新夺回来的一部分 所以看到 在这个案例当中 它就告诉我们 一个基本线索 什么线索呢 我们在选择 学习对象的时候 一定是我的 直接竞争对手 失乐是生产复印机的 它的日本企业 也都是生产复印机的 同时 我们向对方 去学习的时候 不是全面向他来学 而是学 某一个特定的职能领域 在这个例子当中 失乐就是 让日本企业学什么 学产品的研发 学相关的技术 没错吧 那这就是强调 我们叫竞争性基准 大家把它理解到位 那接着再看第三种类型 第三种类型呢 叫过程或活动基准 那接着 我们再把第四种类型 一并把它说一下 第四种类型 叫一般基准 为什么第三种跟第四种 要放在一起说一下 就是因为 在我们往年复习当中 很多学员 对第三种和第四种 觉得很难把它区别出来 我们教材讲的 又不是特别的清楚 所以我们把它对比着 要求大家去掌握一下 同时我再建议一下 对于这两种类型呢 你只需要按照我提的线索 把它简单掌握就行了 千万不要再去钻紧着尖 不要抠的太细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一般线索都会非常非常明确 不可能像教材讲的那么模糊啊 或者比较粗啊 这种说法 所以就给大家掌握一下 这个尺度就行了 那我先看第三种类型 叫过程和活动基准 这两种类型呢 我们复习的时候 就不能单纯的理解了 首先要关注教材 语言文的关键文字 第三种类型 过程和活动基准 它的语言文观键文字呢 有两个 哪两个呢 第一 叫类似核心经营 第二呢 叫不存在直接竞争 大家先掌握这两个关键词 我们看看它的基本解释 过程和活动基准 就是指 以具有类似核心经营的企业 为基准进行比较 但是呢 二者之间的产品和服务 不存在直接竞争的关系 那读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数理具体线索了 首先掌握哪个呢 首先掌握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找到一个学习对象之后 它具备什么特点呢 这个学习对象 跟我们企业之间 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 那这个线索就告诉我们什么 就告诉我们 过程和活动基准 和竞争性基准 就可以把它解释分开了 这个没有错吧 那接着再掌握另外一个关键词 类似核心经营 总共是六个字 那我们理解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一个把它输开 怎么呢 先理解经营 在这个地方 它所讲的经营 其实就是代表 企业内部的某一个 特定的职能领域 比如说生产 比如说营销 比如说采购 这叫经营背后的含义 那接着什么叫核心经营呢 所谓的核心经营就是指 这个职能领域 对企业整体的运营 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职能领域 你这个企业做的不好 整个企业就会受到 很大的冲击 那接着再掌握 什么叫类似核心经营呢 意思就是说 这个领域 对你很重要 对于你所选择的 学习对象 也非常重要 那是叫类似核心经营 那我们在这呢 就把这两个关键文字 就把它梳理清楚了 那梳理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用通俗的语言 整体解释一下 什么叫过程活动基准 就是指 首先我们去选择一个学习对象 这个学习对象呢 跟我们企业之间 没有直接进入对手关系 那么我们在向他学习的过程当中 记住我们也是从某一个职能领域向对方来学 而不是全面向他来学 当然这个职能领域呢 一定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对我们来讲 是个核心的职能领域 对于对手关 对方来讲 他也是个核心的领域 所以说 这就叫过程或活动基准 请大家把它梳理清楚啊 那么对于这种基准类型呢 我也是通过例子 帮着去再把它理解到 这个例子呢 还是延续刚才失了公司的例子 因为失了公司呢 从他一开始向日本竞争对手学习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尝到了好处 所以说呢 后来就把这种做法呢 进一步扩展了 怎么扩展呢 他后来又选择了不同的学习对象 有一次选择哪个呢 他选择了美国的福特 作为学习对象 那么知道福特生产汽车的 失乐生产复应机的 他们之间没有竞争对手关系 对不对 他向福特学什么呢 向福特学的是生产制造 当时为什么选择福特 作为学习对象 就是因为在当时 美国的福特被认为是全世界 生产技术最先进的企业 我们现在很多大企业 普遍实行的流水线生产方式 就是当时福特提出来的 但是现在不是了 现在生产技术最先进的是日本的丰田 但是当时是美国福特 所以看到 失乐向福特来学 没有竞争对手关系 向福特学什么呢 学生产制造 那我们知道失乐生产复应机 福特生产汽车 是不是意味着对这两个企业 生产制造这个职能领域都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环节 这个领域你做不好的话 整个企业肯定是做不好的 那这叫核心经营 所以这个大家把思路梳理清楚 那么这是我们所谈的过程活动基准 大家再去把它理解到 那相应的 我们看第四个叫一般基准 一般基准呢 他将来说以具有相同业务的企业为基准进行比较 那这里边注意 关键词是相同业务 这个该怎么去理解它 那我在这呢 给你简单解释一下 因为在我备课的过程当中 这几年我一直找了很多有关战略管理资料 帮助我去理解我们这些基准类型 但是在我所找的这些战略管理资料当中 包括中文的 包括英文版的 我都没有找到有关一般基准 直到有一天 我在一本美国人写的战略管理原版教材当中 看到了这个类型 那我就把这个原版教材所讲的思路呢 介绍给大家 帮着大家去把它理解到位 那按照这个美国学者观点 什么叫一般基准呢 记住 他认为主要是在服务业会出现这种基准类型 为什么在服务业会出现呢 就是因为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服务性企业 他的业务都是相同的 什么相同呢 都在于向顾客提供相关的服务 所以这种类型在服务业比较多见 接着他给我们举例子了 举什么例子呢 他举的是美国加油站向航空公司来学 那你想加油站航空公司都属于什么 都属于服务性的企业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掌握第一个线索 什么线索 他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对手关系 所以这个线索呢 就让我们把一般基准和竞争性基准就把它区别开来了 那接着 第二个加油站向航空公司来学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向他学习某一个特定的知能领域 不是说我向他学什么采购 向他学什么所谓的营销 不是这样的 向他学什么呢 向他学怎么样向顾客提供完善的服务 而我们知道作为服务性企业 服务是他最基本的业务 这个没有错吧 所以加油站学完之后呢 就可以改善加油站向顾客提供的服务 那就可以增加或提高顾客的体验 那顾客体验感好了 他下次加油还会到这个加油站来加油 所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数据什么线索 什么线索就是一般基准 他不是强调从某一个特定的职能领域来向对方来学习 那这个线索帮助我们去做什么了 这个线索呢 就帮助我们区别出一般基准和过程或活动基准 就把它区别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总结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所谓的一般基准就是指 在服务业行业当中 一个服务性企业向另外一个服务性企业来学习 但是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对手的关系 同时呢 向对方学习的时候 也并不是特别强调某一个职能范围或职能领域 只是说向他学习来改善 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叫相同业务它背后的含义 大家呢 只要掌握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应付考试就完全足够了 那我们到这就把第三种和第四种 它的关键词背后的含义都把它梳理清楚了 那梳理完之后呢 接着到第五种类型 我们叫顾客基准 这个也比较好理解 所谓的顾客基准就是指 按照顾客的预期为基准进行比较 那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通过各种方法 比如说市场调查的方法 去了解顾客 在消费我们产品或服务的过程当中 他有什么的期望值 了解完期望值之后呢 再按照这个期望值 按照合理的期望值 去改善我们的产品 或改善我们的服务 那么这种类型 我们叫基准 顾客基准 如果大家把它理解到 这就可以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到这呢 就把五种基准类型 它的核心思想 就把它整理梳理清楚了 从过去考试来看 这五种类型当中 第一 比较麻烦的是二三四 但是呢考试的时候 概率最高的也是二三四 所以请大家重点复习 这二三四 它相关的内容 总结了一个基本的表格 就是二三四 我们按照什么线索区别出来呢 我总结为两个线索 第一 看一看 我们选择学习对象 和企业之间 是不是职业竞争对手关系 第二呢 再看一看 像对方学习的时候 特别 是不是特别强调 从某一个特定的职能领域来学 那我们看怎么区别出来 如果是第二种 基准性基准 是什么呢 首先选择是 职业竞争对手关系 其次呢 向对方学习的时候 也是特别强调某个职能领域 然后呢 对于第三种 过程活动基准是什么呢 首先强调 不存在职业竞争对手关系 但是呢 向对方学习的时候 是从某个职能领域 向对方来学 而且呢 这个职能领域 对双方都很重要 第四个 一般基准 强调这两个线索都不考虑 一个是呢 不是职业对手关系 第二呢 也不是特别强调某个具体的职能领域 那么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线索 供大家来参考一下 就可以了 那么到这儿 我们就把有关基准分析 基准类型的内容 就把它整个解释完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教材对基准分析呢 还有相对篇幅比较多的一些文字的解释 解释什么呢 解释一个企业做基准分析的时候 它一个完整的步骤 一个完整的流程 那这个内容呢 我就不再讲了 因为它考试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大家个人如果有时间有兴趣 可以把教材呢 适当留来一下 如果没有时间 没有兴趣 那这个内容呢 直接把它放掉 这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关于基准分析 我们设计的相关内容 接下来 我给大家列举一道 关于基准类型的考试题 我们一起看看它的考法 以及我们做题的整个思路 那这道题呢 是2012年的一道单项选择题 一个典型的案例分析 说迅池电梯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梯 自动扶梯和自动走道的 制造 安装和服务公司 那这里边呢 我们先停下来 这句话呢 相当于把案例当中 这家公司的背景 给我们做了个介绍 不过请大家注意 这种背景的文字 有的时候呢 它确实是有用的 那么这句话 最关键是哪个呢 最关键是 表明这家公司 它的整个业务范围 涉及电梯的制造 安装和服务 这个你在读的时候呢 应该把它引起注意 那下边再看 03年公司总裁鲍博 在主持公司年度会议的时候 为迅池电梯公司 提出了一个愿景 超越自己 在提供桌叶服务方面 成为世界范围内 所有公司 不仅仅是电梯公司 公认的领袖 提出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 为了追求服务桌叶 迅池电梯公司 未来的参照标准 是像UPS这样 具有类似核心业务的公司 这就是我们一个 完整的案例 材料 题目的问法 就是要求我们判断 它属于哪种类型 那这里边呢 我们要找到相关的 关键的案例线索 大家告诉我 这么长的文字当中 哪些属于分析的 关键线索 可以看出来吧 强调 参照标准是像UPS这样 具有类似核心业务的公司 这就是判断基准 类型的主要的线索 但是我们怎么判断 这个要把它处理清楚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它有和我们教材原文 比较接近的关键词 哪个呢 强调 这样具有类似核心业务 有印象吧 那你回忆一下 在我们刚才讲 五种基础类型的时候 哪种类型 跟它有比较接近的 原文的关键词 那不就是过程或活动基准 强调具有类似核心经营 只不过这个地方叫类似核心业务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差不多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如果你能够找到这种关键词 比较接近 甚至完全一样的时候 直接拿关键词做判断 那我们答案呢 应该是过程或活动基准 这是呢 我们可能的一种做题思路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什么呢 它没有后边这句话 只是告诉你 它选择的参照标准 是像UPS这样的公司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分析呢 就需要根据案例线索 再结合理解 把它分析出来 通过这道题来讲的话 首先你要知道 迅持是生产电梯的 而UPS是干什么的 这个呢 就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常识了 因为确实有学员问过我 老师UPS是干什么的 如果你不具备这种 日常生活当中的积累 确实不知道UPS是干什么的 那这道题就会出现麻烦 对吧 那UPS呢 是典型的什么 记住 是典型的 不能说叫送快递的 那个太俗了 UPS典型的说法叫什么呢 叫第三方物流企业 它是做物流的 那我们知道物流企业 是一个典型的服务型企业 对吧 而迅持电梯公司 它是个生产电梯的 安装电梯的 所以他们之间存在 不存在竞争关系 他们之间不存在 直接竞争关系 那如果这个线索 分析出来了 那A很容易就可以 把它剔除出去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什么线索 线索是这样的 UPS呢 是提供服务的 但只要记住 对于迅持电梯公司来讲 服务 是不是它基本的业务功能 不是 因为呢 它的业务范围包括制造 包括安装 包括服务 而这个地方所讲的服务 主要体现的是 向顾客提供的售后服务 对于迅持电梯公司来讲 它生产完电梯 安装完电梯之后 向相关的顾客提供 售后服务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售后服务如果不好的话 我们知道 电梯使用过程 经常会出问题的 那顾客肯定是不满意 所以说 这个服务 对于迅持电梯来讲 是一个核心领域 这个线索 就应该能够把它分析出来了 那如果分析出来 你会发现 是不是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所讲的一般基准 按照我刚才讲的思路 它就不强调特定职能领域 所以这个把它排除掉 而顾客基准呢 肯定也不是 因为他选择的UPS 不是他的顾客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答案只能是过程或活动基础 按照我们刚才分析的路 也是同样的道理 类似核心经营 它UPS服务很重要 迅持电梯公司服务也很重要 类似核心经营 不存在集结金融对手关系 所以答案应该是B 那这就是我们这道题 它的整个作题的思路 那么大家可以再把它稍微琢磨一下 万一我们今年考试卷出现了 类似的这种案例分析的选择题 那你要学会迅速找到关键线索 帮助我们出相关的判断 那我们这道例题呢 就把它结束掉了 这道例题结束之后 我们关于基准分析的相关内容呢 就把它全部结束 那结束之后 我们下面看一看 关于核心能力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内容 什么内容呢 我们前面在学习 外部环境分析的相关内容当中 我们学过一个成功关联因素 产业环境还记得吧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学过核心能力 那么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核心能力跟成功关联因素 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我们在这呢 就把教材的两句关键的结论摘出来了 那记住 像这种摘出来的关键的结论 一般是不会考主关题的 顶多是放在选择题 要求你判断这个说法是对还是错 所以我们读一读 有个基本的了解就可以了 其中第一个结论是这样来说 成功关联因素应被看作是产业 跟市场层次的特征 而不是针对某个个别公司 这句话呢 主要是告诉我们 核心能力跟成功关联因素 我们研究的时候 它们应该是放在不同层次研究 其中呢 成功关键因素 应该是站在产业层面来研究 它不会针对具体的企业 但是当我们谈到核心能力的时候 这个核心能力呢 必须要针对特定的企业来研究 是站在企业层面研究 而不是站在产业层面研究 那么这就是他们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 那接着第二结论是什么呢 强调拥有成功关联因素 是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它是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怎么把它解释清楚呢 它应该这样来解释 它应该这样来解释 一个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 当它决定进入某个产业的时候 这个产业就会要求成功关联因素 那如果你这个企业拥有了这个产业 所要求的成功关联因素 是不是就代表你进入这个产业 就一定会成功呢 记住这可不一定 它只是个必要条件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进入这个产业 你这个企业不具备 这个产业所要求的成功关联因素 你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是呢 即使你拥有了这个产业 所要求的成功关联因素 你也不见得就会成功 因为还有别的影响因素 所以就是所谓的必要条件 而不是充分条件 它背后的含义 那么大家把这个呢 再稍微熟悉一下 就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我还是用前面我们讲课 用过那个图 把这两者关系呢 再去把它展述一下 这个图形当中呢 其中这一部分就代表一个企业的边界 那这个企业的边界呢 其实联系的就是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 企业在制定战略的时候 要根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 并且在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之上 评价出辨识出自己的核心能力 然后再制定出自己相关的战略 那这个战略能不能够成功 能不能带来竞争优势 还要考虑谁 还要考虑你所进入的这个产业 它所要求的成功管理因素 如果这两个匹配了 就是你这个企业具备的核心能力 跟这个产业所要求的成功管理因素 吻合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有可能保证你获得竞争优势 这就是他们二者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 所以大家呢把它稍微理解 这之后呢 我们关于核心能力分析的所有理论点 就带着大家把它整理数理清楚了 整体来讲考试的量相对比较低 分值也比较少 大家适当的把它复习到位 这就可以 核心能力分析结束之后呢 我们关于内部环境分析的第一个支持点 就是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分析 就把它全部梳理了一遍 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时间 按照我们之前讲课所做的提示 有针对性的去加强复习 进一bra冬 done 七�وت 三环境芸 三叶 三叶 四叶 四叶 二叶 三叶